下来 但是右手边 你要用那个琢笔 琢木鸟那个 那种琢笔 不是用点的方式 提接 这个琴键没有很长 不建议你写太长 碰到这个二同学又 又撇在刷 它稍微长一点点而已 没有长很多 提接 推 刚刚李妍讲的那个推 这个动作就是了 但是他们很少用推 这个黏 它的黏你注意一下 现在写的黏都瘦长形的 可是它是方形的 方形带一个扁 不信你回去把这个黏 上下四方左右全部画一条线 你就发现它方带一点扁 所以言下之意 就是你的第一个 应该说第二个横线 就应该要 先直再向左 要长 其实你写射笔最好的状态 就是你的指头松 看一下 这个字 这个字只要你仔细看 它就所谓的 谁可以靠进来看一下 就有点接近 对 所以我们以现代语言来讲 我只能告诉你 就慢一点 贴住 你要看到你的线条 你的毛笔 它下去走动的过程里 它的那个墨水 你看到它下墨水了 你才可以向右 但是你不要等它泡泡的 你再向右 懂不懂 所以这样的话 它每个线条就会很踏实 简单的讲 如果我们不要讲 像刚才李妍讲的那个 拉的感觉的意思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书法经养里面 有提到的 它的线条的中间很饱满 中间很饱满 体会一下 看看我这个线条 懂了吗 那一张 九宫格借我用一下 红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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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较不会影响 那接下来你看一下 我们这个横点呢 横点 就空间线条 稍微比它靠近一点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靠近一点 那接下来呢 会比它稍微短一点 好 它恐怕也是 尖尖的结束 谢谢老师